六十多年前爆发的朝鲜战争 一支战斗已被低估的部队为何会越战越勇 他们经历过哪些与上干领战役一样惨烈的战斗 电影《英雄儿女》中王城的原型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创世奇迹 这里有首度解密的历史语点 岁月如刀 血过流星 志愿军第五十军数十位亲密者 共同讲述他们所一样的朝鲜战争记忆 解放军第五十军 1950年的初秋正是湖北等地收获的时间 第五十军部分负责生产的官兵们 正准备收割自己种下的水稻时 一道将第五十军编入东北边防军的命令 打乱了他们的收割计划 我们正准备秋收 这道命令要出发 那个刀子都长在田里面 就扔下了 就交给政府 不停就走了 1950年10月上旬 第五十军部队陆续到达东北 并在吉林辽园 磐石等地集结待命 归东北军区指挥 准备成建制地改为炮兵 他们刚把现有装备交上去 事情又出现了变动 10月24号 第五十军军政委徐文烈 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 1950年10月24号的晚上10点多钟 这个时候 在东北季节待命的五十军 就接到了东北军区首长的电话 就是直接东北军区首长 就是那个高岗司令员 就是那个打电话给徐文烈政委 那么就指示五十军立即开动 复朝作战 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接到这个命令以后 徐文烈政委连夜召开会议 布置部队行动适应 战事瞬息万叶 由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 很快比进中朝边境 计划紧急变更 时任第五十军 148师442团司令部对空联络员 和参谋的张长顺 清楚了记得 他们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时 接到了整装出发的命令 出发之前 各班被安排到吹噬班 领取面粉 然后在当地所住的老百姓家里 准备烙饼 当他们刚获好面 就接到了立即出发的命令 出发的命令咋办呢 说命令老百姓就走了 到了火车站 这火车没来 没来呢 我那个时候开始在宣传队 军队队我们班长 我们小 我们小 他们谁有大不好意思 我们谁小 说你们俩是回去 另外还有一个叫古 古代的古奔宴 说你们俩是到老百姓家 去把面具要回来 没办法我们跑去 把老百姓家敲开门 我们老乡我们面还要 那时候你们不走了吗 这火车没来 那东北老乡好 帮忙烙了品酒 到了 背道火车站 十月的东北大地上 一列列火车及时而过 第五十军各部队 陆续进入朝鲜参战 并参加了第一二的战役 而第五十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惊人表现 是从第三次战役开始的 1950年12月31号 虽然是战争时期 但这毫不影响 在临近江南岸部防的南朝鲜部队第一师 和联合国军的部队 享受着新年来临之际的放松时刻 他们万万想不到 此时十几万志愿军部队已经蛇伏在北岸漫长的血液中 等待着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二十时 一串绚烂的信号弹冲上夜空 第三次战役由此打响 以五十军四四五四四六团作为军的前列 冲进了临近江中 突破临近江水面相当危险 水深 洞一层还没洞 就是一小层 弄不好就掉下去 你要慢点走还能过去 你要快点走就掉下去 有的就是干脆就是把衣服都脱了 裤子都脱了 就那么瘫过去 有的就没脱就那么瘫过去 这都有 所以过去以后 有的没脱衣服的就糟了 这个衣服就冻成什么呢 冻成像冰冰味似的 走路都困难了 战至1951年1月2号 联合国军一线阵地被全面突破 开始总退却 志愿军和北朝鲜金日成部队转入战役追击 1月2号完 第五十军149师奉命向高阳攻击前进 3号二十 第149师前卫四四六团一营配属师侦查联 在高阳以北的毕体里将执行掩护任务的 每二十五师第三十五团一个营击溃 最后该营向仙游里搜索前进 并于五十攻占了英军第29旅 来复枪第57团掩护分队聚首的高地 伏敌37人 在高阳追击战中 最先发现战机和抓住战机的 那么是四四六团一营 他们在这个抓住了英二九旅掩护部队这个尾巴时候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九个小时中间击退了英军的七次反扑 牢牢地守住了阵地 则为以后五十军部队歼灭英军皇家坦克营 才创造了辉煌的战役 1月3号晚 担任战役掩护任务的英二十九旅 从义政府向汉城撤退 十九时 志愿军第149师首长 吉令四四五团一营 与四四六团二营 插入仙游里至吴秦里以西谷地 接击敌人 当他们爬上仙游里附近高地时 看到谷地中 一支开着大灯 在黑夜中行径的装甲部队 像一条长舌般 正在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撤退 这支装甲部队 正是志愿军149师两个营的对手 营二十九旅 皇家仲坦克营 六十多年前爆发的朝鲜战争 一支战斗力被低估的部队 为何会越战越有 他们经历过哪些与上干领战亦一样惨烈的战斗 电影《英雄儿女》中 王城的原型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创世奇迹 这里有首度简秘的历史语典 岁月如刀 血过如今 志愿军第五十军数十位亲密者 共同讲述他们所一样的朝鲜战争记忆 如今 参与那场战斗 并且仍然健在的战事 已经为数不多 设置组经多方联络 找到了那场战斗的亲密者 林家宝 当年的他 是第149师445团一营教导员 六十多年过去了 老人讲起那场战斗的过程 与诸多细节 仍然如数家珍 滔滔不绝 但是那地形呢 是条山沟 公路呢 就是说 由东到西 这么走 但是两边都是高山 当中是一条公路沟 你要不把地人分开啊 是不行的 所以我带着恶连地 从敌人的当中 一个箭步 大概不到几分钟 全力插过去 插过去了 前到了对面的山头以后 两边夹敌人了 敌人一看 这个往前跑 但是地形呢 对我们有利呢 佛靡地 位于高阳以南 这个不起眼的古地 因为那场战斗 被写入了中英两军的战事中 当晚 志愿军第五支军 1490两个步兵营 利用地形优势 将坦克营从中截断 第四四五团一营攻打后半截 四四六团二营攻打前半截 有句话大坦克 大坦克总队 叫堵头接尾 然要斩 没有东西 就那波波桶 往 因为他退了 他这个 也不干路头 路头他 跑他盖子盖着来 夹着窗 也是关上来 如果前往进 他的四线也有限 完了以后步兵 隐蔽接近以后 把雨的一炸 前面一堵 后面一堵 当中的一炸断 他就乱了 一乱 本来路就载着一乱 就整个坦克群 就 现在这个 很狭窄的一条公路里面 就打亂了 在四四六团二营的战场上 爆破手门刚开始的行动 进行得比不顺利 无连副班长李光路 眼看着坦克一两两尺过去 心中焦急不已 他来不及过多思索 便越上攻入 果断地将导火索截短 等待着坦克的到来 这意味着 李光路必须在几秒内 完成炸药包的点火 投送 并迅速转身 撤离 隐蔽 等一系列动作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后 坦克被炸毁在公路上 而李光路则被一块 因爆炸而掀起的洞土 砸晕了过去 拉火的时机 要相当稳活 你快了 掉了 你慢了 起不到作用 必须要扫在坦克 离带当中 时间掌握好 拉 所以这样起作用 所以这个每个人啊 一瓶老命 你怕死是不行的 你要是胆小啊 你掌握不住拉火的火候 也不行 那个包铺桶 一米多长 你撒在铝带上 拉火的时机更重要 你拉走了 铝带过去了 拉完了不就左右 所以非常讲究 所以炸药包 是相当的珍惜 小榴弹包部头 虽然战士们对手中的武器 非常珍惜 但是炸药包 爆破桶 以及急速手榴弹 还是很快就所剩无几 无奈之中 战士只能选择最危险的方法 爬上坦克 掀开坦克的盖子 将手榴弹扔进去 因为志愿军两个步兵营的战士 多数来自四川和云南 那一夜 波迷地的古地里 此起彼伏回荡着 带着口音的喊声 接盖盖 就接盖盖 就接那个坦克的盖子 把潜王军拿堵了 当时没有什么知识 他们那个 我们的那个战士 普遍文化程度很低 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就是反正就是积累经验 然后那个时候发现了以后 那个勇气确实占了很大的比例 非常勇敢 说一个接一个上 这个大倒了 另外一个就急着上 上了以后就去读 后来就知道就读潜王军 读潜王军 然后就是接盖盖 就是往里头扔手就这样 一个清新坦克开过来 那个地皮子都在颤 那个东西开过来要点勇气 确实需要勇气 那个黑压压的朝你压过来 那个需要勇气 英29旅皇家重坦克营 所在的公路旁边是一条小河 反坦克手 多移在小河沟附近的土坎下 英军坦克被连炸几辆之后 发现了志愿军反坦克手 埋伏地点 立即调上了一辆 吞火坦克开路 这使志愿军爆破手门 再次陷入苦战 敌人这个武器是比较厉害的 他叫喷雾坦克 也喷出来 五十多米元 外来的话里边还有一个铁砂 あれ面如果火焙出灾 那个铁砂附上就吞碰 刺破说 那喷雾砍 被火火燒死了 一個整人燒了撐了不點 一看到那個烈絲那個遺體上 全部是火火炎 為炸毀噴火彈劾 支援軍第445團一營三連的整整一個牌 基本打光 被火火燒死的 僅第445團一營就有15人 戰鬥焦灼之際 第446團五連的李光路 再次提起手榴彈 匍匐至噴火坦克必經之路上 待噴火坦克開過來時 突然躍起登上坦克 隨即揭開炮塔上的蓋子 將手榴彈塞進了車內 這名四川三台線的漢子 因連續炸毀三輛坦克 一戰成名 被稱為反坦克英雄 後被授予中國人民志願軍 特等功臣 武士軍在這首創了 兩個步兵營圍 圍堅一個重坦克營 這個在我軍戰史上 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個戰力 就一次戰鬥消滅坦克最多 消滅敵軍那個艦製坦克部隊 裝甲部隊最多的一次 就這一次沒有了 絕無僅有 前頭沒有後頭也沒有 六十多年前爆發的朝鮮戰爭 一支戰鬥已被低波的部隊 為何會越戰越遠 他們經歷過哪些 與上甘嶺戰力一樣 慘烈的戰鬥 電影《英雄兒女》中 王城的原型究竟是誰 這是一個以若勝強的創世情境 這裡有首度簡易的歷史疑點 歲月如刀 血過如今 志願軍第五十軍數十位親密者 共同講述他們 所一樣的朝鮮戰爭技術 墨若劍 時任第149師政治部敵工組副組長 在入朝參戰之前 曾師從呂書香學習英語 到入朝參戰時 他還不滿19歲 這位已進入茂蝶之年的老人 仍然清楚地記得 當時審訊英軍彈劾營長的情景 登記的時候 都說自己是士兵 我就沒看著當官的 聽他們互相談判 就說好像是 Battaining leader Battaining commander 就是營長 黃雪在這兒 我說營長 Battaining 這我就注意看 有一個比較老 看到軍府給大家也不一樣 他都是把自己軍校都拔掉了 最後就是說 Mr.Battaining commander 營長先生 我說How do you feel here 你這兒感覺怎麼樣 他就一點沒否認 這名被俘的營長 就是英29旅 皇家重坦克營少校營長科尼斯 當他得知志願軍 兩個步兵營所用的武器時 幾乎跳了起來 並說道 你是吹牛 用手榴彈爆破桶 炸藥包 能炸毀我們的重型坦克嗎 在我們英國的軍事教科書上 從來沒有這樣的說法 這後來呢 這後來呢還有一個插曲 當這個英軍俘虏啊 壓下來的時候 英軍俘虏就講 一個俘虏就講的 說天上的飛機是我們的 地下的坦克大炮還是我們的 做夢也沒有想到 最後當俘虏的還是我們 而當時的中國志願軍總部 與英國少校營長科尼斯 持相同的看法 志願軍第50軍軍部 將149師兩個步兵營 巨間英軍皇家重坦克營的戰果 將志願軍司令部報告了兩次 但得到的答覆仍是要騎 再合適一下 他的這個自己編制名字叫 萊夫槍營 通稱他來 全世界都通稱他來 是皇家坦克營 全叫皇家坦克營 咋回多少坦克 咋回多少 報上去以後 這個軍裡面還是這種事情 軍裡面看到這次一個時候 也是很大的一個聲張 一關起以後 彭老仲說的 皇暴軍情可要殺頭的 於是 志願軍第50軍軍政委徐文烈 在戰鬥後的第二天 命令在軍部擔任 攝影記者的胡寶玉 前往實地拍照取證 並派了一個牌 對前忙取證的人員 進行保護 馬上的進行保護 連夜的 把那天趕 趕到我們打仗的地方 趕到營裡邊 親自找了我 我那時候是教導員嘛 一位書記嘛 一間一間的核隊 在那打的怎麽當 小民的坦克 數量是多少 抓的敵人 多少 一個一個人查 他們找了像敵人點了數字 一個人一交 這樣子呢 這個記者要趕回軍裡邊 當極有說服力的照片 擺在彭德懷的面前後 志願軍司令部隨即給第五支軍 發來了聯名嘉獎店 並通報了全軍 那場戰鬥 志願軍第五支軍149師兩個步兵營 共殲滅英二十九旅來輔槍第五十七團一部 即皇家重坦克營全部 炸毀敵坦克和裝甲車二十七輛 汽車三輛 交貨坦克四輛 裝甲車三輛 汽車十八輛 毕傷敵兩百余人 扶少校營長科尼斯以下官兵二百二十七人 其實志願軍兩個步兵營攪貨的不僅有坦克 汽車和武器 還有十幾輛集養運輸車 這令過著一把炒面一把血的艱苦生活的戰士們高興壞了 我們消滅皇家重坦克以後 我們消滅皇家重坦克以後 發了點財 叫他那個毛衣毛褲 在車上 兩車 我們都壞上了 那麼安定皇家重坦克以後 那些毛衣毛褲 毛塔 腳部的毛塔 這什麼都壞上了 那這就是 反正享受天算天 你說不定明天就打死了 雖然戰後 志願軍繳獲了坦克 裝甲車 汽車等戰力品 可149師中沒有一個人會開坦克 為防止美軍飛機 將他們的戰力品銷毀 當晚 墨若劍奉命帶領幾名英軍俘虜 準備將戰場上的坦克開回陣地 當墨若劍一行人剛走到半路 就被騎兵通訊員喊了回來 當時警察說 叫小墨去帶俘虜開這非常危險 因為我們誰都不知道 坦克裡面的構造 你進去你把它控制不了 說乾脆算了 所以又叫我原地返回 果不其然 第二天早晨的話 美國飛進來 把沒有開走的坦克 什麼都炸掉了 什麼汽車都炸掉了